哈喽 大家好 这里有一颗标志为RV的电子元机件 这个元机件就是我们常说的口条电阻器 在我们教科书上的52页 有详细介绍 口条电阻器 口条电阻器 它就是这样一种结构的电子配件 它上面有钉片还有动片 它上面还有一个旋转的调节旋钮 我们用五杆螺丝刀去旋转这个旋转盘纽 就可以改变这个电阻值的大小 所以它叫做口条电阻器 口条电阻器在电路当中广泛的阴影 那么它坏的机会也是相当多 特别是在修这个开关电源和电磁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配件的故障 这个故障经常会出现 就是这个零件坏掉 那么这个零件它一般采取这个数字标志法 你看这个标的是102 102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进行查询 直接点进去 我们直接输入102计算 这就是一个1K的电阻 1K的电阻 这个电阻坏掉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1K的口条电阻 进行代换它就可以了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